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今天咱们来地区沼泽激战 这里是游戏的第15关 那么也是第二章 那15关的话可以看到啊 咱们的这个装备都被收了 那这也是这一关的一个新特性 在高尔夫关 这个 在这个UFO关呢 咱们这个东西都已经被这个飞碟给他收走了 所以说对于这一关来说 他后期出现的这个飞碟 怎么把这个飞碟给他打下来以后 所获得的这个装备 咱们是可以无限使用的 所以说不用担心咱们浪费掉某些道具之类的 那么这一关还算挺良心的 但如果是分配的不是太给力的话 那很可能就导致咱们这一关 这个损失会比较大呀 有可能连关都过不了 那么咱们就要善用这个冰箱 根据他游戏的这个出现的飞碟次数 这个飞碟一旦出现 咱们是必须要秒杀掉啊 因为只有秒杀掉这个飞碟 才能给我们带来弹药以及一些补给 这样的话咱们才有一个续航的这个时间呢 那么这个大松鼠扛了电锯又冲了过来啊 这个家伙其实血量还算可以吧 并不是太强啊 那么也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个鳄鱼兄弟了 如果能再一睹这个鳄鱼兄弟的风采 那么会非常给力啊 因为鳄鱼他非常不精打呀 那么如果是非常精打的话 咱们很可能 这个防御不是很理想 善用冰箱才是这个游戏的核心之一 冰箱往往是后期特别强大的道具之一啊 那冰箱是必须配合其他道具进行一个 无进攻式的这个攻击啊 属于是防御式进攻 那么冰箱我觉得升满是必要的 然后其他道具像喷火器什么呢 是根据你的这个一些设定啊 然后选择性的进行升满 然后老家的话我也强烈建议进行升满 因为只有老家升满 才能有更好的血量进行防御 一旦你的这个尸首的话 那么升满以后的老家 会带来一个不错的体验 比较坑地的是第二章 会有这个食人鱼从水里边钻出钻入 他只有在钻出的情况下 咱们才可以把它打退 那如果是他钻进水中的话 这个不太好打呀 必须等待他出来以后 才能打的比较给力 不然的话是非常棘手的一个东西 就算你用冰箱把他给动住 那么你也是不能完全打到他的 因为冰箱动住他以后 甚至他可能动的瞬间 他就进入到了这个底部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质量性的错误了 冰箱等于白用了 不过也还行 好在他的这个伤害啊 不是很高 好 那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